2013年8月13日,这一天,浙江省东阳市警方准备进入一家地下室搜查。 根据分析,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面,有可能藏着马家两姐妹士东的秘密。 2013年8月6号,马小英和马小红准备去恒店买房。 另家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那天早上七点多,马小英还在与乡下的女儿马华通了电话,说等定好了出发时间再联系。 可是,马华再也没有接到母亲的电话。 而且,母亲马小英与小姨马小红的手机爽爽关机。 一开始,马华也没有多想,但是后来觉得为什么两个人的手机都联系不上,这有点不正常了。 直到当天下午两点,马华收到了母亲手机发来的一条信息,房意买好。 虽然这条信息让她略带安慰,但是却抵不过不安带来的恐惧。 马华最后还是决定报案。 马华的母亲马小英五十岁,小姨马小红四十三岁。 三个月前,两个人一起搬到这个临时的出租屋。 二人本来都住在主街小姨自己的一套房子里,因为装修才搬了架。 那间正在装修的房子有一间地下室。 更为可疑的情况出现在这里。 地下室的门架了一把新的锁,锁在那里。 还有那扇用来通风透光的小窗户也被封死了。 这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 按理说,地下室应该巴布的窗户是越大越亮,越通风越好。 那么,这间地下室与马家两姐妹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呢? 异常的门窗究竟是为了封锁什么秘密呢? 民警们打开地下室的门,闻到一股异味。 这种异味跟尸体腐烂的味道又有差异。 其中夹杂着很浓烈的香味。 这个香味是很不正常的。 警方推断,这种香味很可能是为了掩饰地下室里的某种味道而洒的。 除了这种浓烈混浊的气味之外,地下室里凭空出现了一个尚未干透的水泥台。 马家人从未见过,装修工人也不知情。 地下室里面多了一个像棺材一样的水泥台,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更让人觉得可疑的是,做这个水泥台的应该是一个不懂水泥的工人干的活。 活儿干得很粗糙,而且材料都是乱堆乱放。 水泥墩的外层还泼洒了浇泥。 泼洒浇泥的用意应该是为了增加水泥墩的牢固度和密封性。 如果这个多出来的水泥墩是为了堆放杂物而建的,那么泼洒浇泥显然是多余了。 民警们就在想,地下室弄出这么个水泥墩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会不会是把人密封了装在里面? 警方发现了地下室里的可疑情况之后,又折回了中山路失踪的两姐妹渡着地方。 不出错料,在马小英和马小红居住的房子里面,也发现了多处异常。 地上有一滩没有干的水泥。 在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墙壁上有少量喷溅血迹。 警方判断,这应该是以其命案。 警方很快确定出租房里的血迹与失踪益州的马家两姐妹是吻合的。 从血迹形状和分布来看,这里应该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而且,两姐妹很可能就埋在地下室那个凝固的水泥墩里。 消防官兵一起协助警方把这个水泥墩破开。 水泥砖里穿插了一些主板木材,加大了凝固的程度。 从表面上看,这些水泥是用于大理石铺垫用的专用胶泥,牢固程度非常大。 用普通的锤子跟枣子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拆开。 只能动用消防的专用工具。 马家两姐妹失踪一周了,家人万分着急。 伪官的市民也是把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的。 如果两姐妹就埋在这个水泥墩下, 那么既要保证破拆的速度,又要保证破拆不破坏尸手的完整。 警方在排查走访的过程中摸排了这两失踪人员的社会关系。 有一个叫张寒俊的人被摸排了出来。 报案人马华也提供了该男子的相关情况。 马华反映,他妈妈马小英和马小红是和一个叫张寒俊的人在一起的。 那么,马家两姐妹的失踪是否与他有关呢? 当时,马华找不到他妈妈和小姨之后,就联系了张寒俊。 张寒俊说,他们两姐妹是先跟他到恒店买的房子, 后来他们自己到京华那边聚完了。 这个说法从马华母亲发来的短信中也有体现。 警方就纳了门了,为什么能发短信,但是电话却打不通, 而且还能从张寒俊处得到马华母亲的情况。 警方推断,这很有可能是有人在用马小英的手机 来制造失踪者还活着的假象,以此来掩盖人已被害的真相。 还有一次,马华给张寒俊打电话。 张寒俊说,他小姨在某个网吧上网, 但是马华去查了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 张寒俊为什么要在小姨是否上网这个问题上发谎呢? 马华一次次追问张寒俊。 坦来,张寒俊有关母亲和小姨的去向问题, 有可能都是一派胡言。 以此误导失踪者家人的判断,延误报案时间。 从11号开始,张寒俊就已经失去踪迹了。 警方觉得张寒俊的嫌疑急剧上升。 那么,这张寒俊是何许人也, 他与马家人又是什么关系呢? 警方激激展态侦查。 但是,警方一查发现, 户籍信息里面没有发现有叫张寒俊的符合条件的男子。 告案人马华十分震惊和担心。 看来,该男子是冒名张寒俊。 那么,他为什么要冒名呢? 张寒俊不只是买房那天和马家两姐妹在一起的。 他出入马家已经有两年了。 马家两姐妹和张寒俊是住在一起的。 但是,张寒俊为什么和马家两姐妹住在一起呢? 在调查中,警方掌握了该男子与马家的复杂关系。 张寒俊真正进入马石家族应该是在2012年的1月份。 他是先跟马氏两姐妹的侄女玛丽认识, 并且是在网聊的时候认识的。 两人网上结识,并很快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 有一次,张寒俊带马丽到横殿老家那边。 在那边看到有很多的厂房。 然后他指的指,说那里就是他父母的厂房。 他又指着河边的别墅说, 这些都是他家里的财产。 马家多次提出到张寒俊的家里看看。 但张寒俊每次都说不方便, 说他爸爸妈妈正在闹离婚, 这个时间段不想去打扰他们。 张寒俊用这个借口赢得了马家的信任。 他还说,等他爸妈离婚的问题处理好了, 他就是千万富翁。 张寒俊展望的美好未来, 一直诱惑着马丽。 马丽对他非常敬佩, 好像是自己攀上了富豪一样。 两人慢慢交往之后, 感情就比较深了。 随着马丽怀孕, 马丽又再次提出订婚, 希望两家长辈坐在一起会回亲家, 亲戚朋友什么的亲和一下。 张寒俊这次竟然同意了。 但是, 等到第二天就要办酒席了, 头一天晚上, 他跟马家人说, 拉婆家人的大客车司机延续不上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 案例说, 订婚这样的事情, 南方的娘家人一定要到场。 结果张寒俊的家人并没有到场。 这么重要的仪式, 竟然以这么滑稽的方式收成了。 无可奈何, 马丽要求定个日子结婚。 这次张寒俊给出的理由, 让马家人更是哭笑不得。 他怀疑马丽怀的这个小孩不是他亲生的, 坚持让马丽生出这个小孩之后, 去做DNA见顶。 由于马丽一直住在自己的小姑姑家, 也就是失踪者马小红家。 张寒俊以马丽未婚夫的名义, 也跟着马丽住进的失踪者马小红的家。 而当时马小英还在外地打工, 张寒俊又跟马小英说, 你现在就回来吧, 我和你妹妹反正现在正在筹备工厂, 你需要人做饭, 我们还要装修房子, 你就回来, 反正你给我们做一天饭, 我给你一厅工资。 就这样, 把马小英也偏回来了。 在这个家里, 有怀孕的玛丽上班, 有马小英做饭搞卫生, 马小红便很清闲了。 而这个冒名张寒俊的男子, 便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与又有钱又很得闲, 不算老又漂亮的马小红长期接触。 警方就奇得怪了, 至少马小红你自己应该知道, 你的侄女已经跟张寒俊订了婚, 而你又在跟她不亲不楚地语言暧昧。 邻居们都感觉, 这张寒俊和马小红像是姐弟, 但是又不像, 就是一种比较暧昧的感觉。 案发前一个月, 玛丽因为生孩子, 回乡下老家坐月子了, 张寒俊却并没有陪同, 而是随玛丽的两个姑姑, 马小英、马小红, 继续留在城里, 住在一起。 张寒俊这个人生性风流, 自己也没什么钱, 那么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盯牢马小红。 她知道马小红刚离过婚, 也知道她有一百万的存款。 8月6日, 也就是马小英、 马小红失踪的当天上午10点24开始。 在此后的六天里, 马小红的几张银行卡连续九次, 分别在东洋一屋两地提取险金61.5万元。 警方追查资金流向, 查看监控, 发现了同一男子疯狂盗取的经过。 该人正是冒名张寒俊, 走进马家两年的那个男子。 8月11日, 这个冒名张寒俊的男子, 通过银行卡取空了失踪者马小红的全部存款之后,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啊。 随着侦查的渗入, 另外一条线索也反馈回来。 案发前, 张寒俊曾开过一辆黑色丰田车, 但是, 警方以车锁定张寒俊身份的希望, 还是未过。 狡猾的嫌疑人在办理车辆手续时, 故意回避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车辆是以他正在坐月子的未婚妻玛丽的名义租过来的。 而这一切, 玛丽浑人不知。 此刻, 玛丽正在乡下娘家坐月子。 面对警方的调查, 玛丽才知道, 与自己共同生活了将近两年的男友张寒俊, 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真实的信息。 找到张寒俊本人才能最终解开这个谜底。 根据他最后一次取款离开的去向, 视频小组正在紧锣密鼓地追查他的踪迹。 可不巧的是, 恰恰这个时候当地的监控坏了, 没有数据了。 民警们只好一家一家地去走访, 一家一家地去看商户和私人的监控视频。 民警们连夜出发, 一个小时之后, 在义乌楼巷村终于发现了目标车辆。 这是当地一家五楼的住户, 一共装了三个摄像头, 刚好有一个坦头远远地能够照到停车的那个角。 正是这个监控, 让民警们看到了嫌疑人骑车之后的去向。 监控中隐约能看到, 一名男子在车上待了十分钟之后就下来了, 左手应该是提了一个袋子, 在肩膀上是背一个双肩包, 穿着一个戚风裤。 由于监控较远, 图像也很模糊。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与当天上午该车行进过程中的几段截图相比, 该男子的着装发生了歹变。 视频监控中, 开车的男子虽然把遮阳板放了下来, 但是可以看到她的衣着特征。 上半身纯白色T恤, 与嫌疑人在停车场这穿的灰色T恤是不一样的。 警方认为, 既然把车停在这里, 这个人行迹又这么可疑, 那么不管服装对不对的上, 这个人是一定要跟下去的。 对于这个实实处处掩盖自己身份的嫌疑人, 警方认为, 换装可能是张韩俊最起码的伪装。 这伪装无疑给警方的侦查带来了很大难度。 在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街巷里面, 找一个行走的人还是比较难的。 警方分析, 如果张韩俊汽车以后继续逃离, 那么他可能最需要的就是食物和水。 按照这个思路, 警方缩小了搜索范围, 重点查看超市的监控。 就在一家超市的监控里面, 警方再次检索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与之前的监控相比, 他头顶上多了一顶鸭舌帽。 在疑垫重重的地下室里,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破拆, 牢固的水泥墩终于被瓦解。 里面是两个拉杆箱, 打开拉杆箱之后, 发现里面是两具被肢结的尸体。 经辨认之后, 就是被害的两姐妹。 据此确认, 马家两姐妹已经被害, 而张韩俊已然身份不明, 具象不明。 张韩俊是跟受害人最后一个联系的人, 案发之后又突然离开, 这符合作案人的心理。 通过检查嫌疑人暂住的出租屋, 发现了一份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上有一个乘租人叫张海军。 警方在想, 那么张海军和张韩俊是不是同一个人? 警方调取了张海军的身份资料, 经报案人马华确认, 张韩俊就是这个人。 至此, 终于还原了张韩俊的真实身份。 但更多的真相让人更加恶然。 警方发现, 张海军的户籍里面有老婆和孩子, 但并不是现在正在坐月子的妻子。 原来, 27岁的张海军冒名张韩俊 在与玛丽婚前已经有妻有子, 家住恒电镇五关堂村, 继校毕业后做过几年香包生意。 案把钱已经连续四年无野。 五年前, 张海军也是通过网聊, 结识了容貌叫好, 性情乖巧的在校女大学生夏小燕。 当时, 夏小燕是靠助学贷款读书。 她便夏小燕说, 一万八千的助学贷款, 这么一点小钱, 给你还上不就得了? 直到案发, 五年过去了, 张海军也未能帮妻子夏小燕 还上助学贷款。 最终, 这个贷款是马师姐妹被杀, 张海军抢来钱之后, 才拿了抢来的钱兑现了这个承诺。 但是, 五年前, 夏小燕刚一毕业, 便被迎娶到张家为其生子。 警方感觉, 这情况真是触目尽心, 张海军家里条件这么差, 本身也是娶了老婆的, 并且生了孩子。 他能够利用他的这种花言巧语, 喜欢讲空话, 吹大牛这个特点, 赢得了马师家族侄女这个新欢, 又和他定情, 又给他生儿子, 这真是难以想象。 都是, 让嫌疑人张海军也难以想象的事。 在街道报案之后, 仅仅几个小时, 警方通过监控点点相连, 正在向他靠拢。 那么, 嫌疑人走出这家超市之后, 又去向了何方? 民警们在一个监控中谈到, 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 监控中, 嫌疑人进了一家手机店。 查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快到凌晨两点了。 张海军身负两条人命, 追逃时间刻不容缓。 民警们能否顺利找到店家呢? 巧的是, 这家店主正在看电视剧。 民警们感觉真实天意如此, 这么巧深夜了店主还在店内。 虽然店内没有监控, 但是店主提供的线索 还视为警方的侦查判定了方向。 店主告诉警方, 嫌疑人在这里买了一部手机, 同时买了六张电话卡。 接下来, 警方又追到了兵王市场, 嫌疑人买票的地方, 直到他上了从义乌开往济南的长途车。 警方顺线追踪, 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出现。 线索反映, 嫌疑人张海军的确购买了 从义乌到济南的长途大巴车票, 但他既没有在车展上车, 也没有在济南下车。 那么, 他是有意在误导警方的侦查, 还是另有隐亲呢? 民警们发现, 张海军没有直接在长途车展上车。 他是问了长途大巴司机的号码之后, 跟大巴司机联系, 告诉司机要在开车的时候给他打一个电话。 他是在车站外面上的车。 张海军的反侦查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故意在躲避一些公共场所的监控, 想避免被公安机关发现他在车站上车, 从而发现他的逃跑路线。 但恰恰是因为张海军没有在车站上车, 而是与司机单独联系, 使司机对他的印象是格外深刻。 所以, 对张海军在哪里下车, 司机记得很清楚。 警方通过询问司机得知, 张海军其实是在山东泰安的服务区就下车的。 通过综合信息研判, 民警们分析, 犯罪嫌疑人虽然是在泰安下车, 但落脚点应该是在莱武。 因为莱武是他曾经去过省外的唯一地方。 民警们觉得嫌疑人会习惯性地去自己以前去过的地方落脚。 12号凌晨, 警方得到了张海军明确逃离的方向之后, 火速赶往山东莱武。 另一组民警围要张海军逃离前所有的轨迹, 包括他车的轨迹, 人的轨迹, 寻找他犯罪的证据。 调查发现, 8月6号张海军的活动轨迹就不正常。 8月8号, 张海军重新回出租屋之后, 拎了两个箱子出来。 在走访中, 邻居反应, 8月9号那天早上5点左右, 原来住在三楼的那个男子, 反复出入地下室, 来来往往地出来, 把浇泥、 水一步一步都搬到地下室里去。 邻居就问了, 一般这些东西干嘛? 张海军说, 他到地下室里面去修修补补。 根据走访当地老百姓得到了情况, 张海军在振兴路的地下室, 滞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将近六个小时。 书里案发之后, 张海军的活动轨迹, 证明他涉嫌犯罪的证据是越来越多。 张海军很可能在作案之后, 他先去房屋租赁公司去续交了三个月的房屋, 六千块钱, 然后自己又提出预交两个月的水电费两千, 总共交了八千块钱。 之后, 他又到汽车租赁公司, 把原先欠着的一千多块钱都付掉了。 未来排除外人上门的可能, 嫌疑人主动预付车、房、水、煤、电、气的费用, 以此避免凶杀被人发现的可能, 为自己毁灭证据之后逃亡, 争取更多的时间。 如果没人发现, 就没人报案, 公安机关不介入, 就可以逍遥自在了。 警方发现, 案发后的第三天, 张海军的车 曾在离张海军老家不远的一个垃圾厂停留。 明吉本再次发现了 沾染着被害人血迹的焚烧残留物。 张海军再次烧毁了作案用的衣服, 被子, 毛巾等物品。 也许张海军也不会想到, 一个无法销毁的铁证就留在了这里。 警方在尸检过程中发现, 死者体内有一截断纳的钢锯, 而在焚烧现场, 警方发现另一截钢锯, 两截在一起恰好能对得上。 通过分析两截钢锯的材料, 断口都是相吻合的。 张海军涉嫌犯贼的证据正越来越清晰。 在逃亡之前, 张海军也对自己的家属做了一些安顿, 到家里给母亲六万块钱, 到他第一个老婆那里放了七万块, 第二个老婆那里也放了一万块。 而跨省异地追逃, 在几十万人口的城市, 如何快速锁定一个时刻伪装的犯罪嫌疑人? 民警们通过分析张海军的爱好习惯, 缩小了他逃往莱坞之后可能出路的场所。 警方刻画的张海军容易出入的场所, 像是KTV这种场所, 还有就是网吧。 再一个就是车, 他对车的痴迷程度可以胜过他的父母。 他梦寐以求想今生今世拥有属于自己的一辆车。 围绕这些方面, 警方在当地重点侦查了KTV, 网吧, 手机店, 车行这些场所。 果然, 在一家KTV, 民警们追查到了张海军到莱坞后的落脚点。 张海军带着五十多万元现金, 进入了莱坞最豪华的KTV。 并且在那的KTV里面, 张海军当天晚上就花重金请了三个座台女。 他利用座台女喜欢钱这么一个心理特征, 落脚点都是选择住在这些座台女的住处。 当民警赶到时, 张海军已经离开了这里, 但是印证了警方对他出入场所范围的正确判断。 警方分析, 张海军肯定会购买手机、购买电脑等物品。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 在莱坞专门卖手机和电脑的文化街上, 民警们展开了全面不空。 一个卖手机的女营业员反映, 两天前, 一个在他店里买来手机的男子 与警方要找的人特征很相似。 在8月21号下午1点, 离开不久的张海军, 就用买去的手机卡 给这个女营业员发短信, 要请她唱歌吃饭, 要跟她交朋友。 民警们通过对短信内容的分析, 更加坚信 这个人就是犯罪嫌疑人张海军。 这时, 从4S店里面 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说有一个人 老是戴着墨镜和帽子, 旁边还戴了三个女的, 到4S店里面买汽车。 民警们快速赶往4S店, 就在张海军 以其中一个女子的身份证 办理购车手续时, 民警们将其轻货。 张海军被抓时, 一点没有惊讶, 因为负责抓捕的陈局长 是张海军隔壁村的。 张海军还说, 陈局长您都来了。 到案之后, 张海军交代自己杀了两个人, 他也知道杀了人肯定是死罪。 他告诉警方 等他接触的这些人 都是被他骗了。 案发前几个月, 被海人马小英 流露出要在城区买房子的想法。 张海军再次使用 他惯有的欺骗伎俩, 说他可以通过关系 买到更便宜的房子。 当时, 马小英和马小红也信任他, 给了他五万块钱。 张海军拿了马小英 五万块钱订金之后, 半年了也没有落实买房的事情。 张海军只为骗到这五万块钱, 其实, 他哪有什么房源呢? 案发的哪天 正是马家人催促他 要忙买房, 要忙退钱的最后日子。 这件事上, 张海军无论如何 也源不回这个谎。 于是, 他变起了杀鸡。 最后, 张海军被以重婚罪, 诈骗罪, 故意杀人罪, 侮辱尸体罪, 盗窃罪, 提起公诉。